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课的经讲班当中 我们把第一大章第五节 第三幕的第一条和第三幕第二条的部分内容 给它讲完了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部分 还结合了一下第三大章 第二节第七幕 相关我们焊接人员资格的要求 因为它能够考案例 而且又正好讲到了燃气管道的焊接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讲当中讲掉 本讲开始 我们又要回到 第一大章第五节 第三幕第二条 汉字括号五的部分 注意啊 我们要回来 因为第三幕第二条还没有完全讲完 我们来看汉字括号五 新界燃气管道应急保护系统的施工 这部分的应急保护系统的内容啊 实际上是从去年 也就是19年的二建教材才新加的 那么20版的教材呢 就把它顺延下来了 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知识点 那么这部分呢 在去年19年的考试呢 来了一个选择题 有些同学比较紧张 他就感觉到这部分是不是在20年要大考 个人感觉考案例的可能性仍然还是低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把它当一个选择题的考点 看一下就行了 这部分的应急保护系统呢 它的棒状牺牲阳急 那么实际上呢 是一个金属棒 金属棒腐蚀掉 那叫牺牺牲阳急 因为这个金属棒是一个阳急的设置 而要保护的对象是阴急 也就是我们的燃气管道是阴急 避免燃气管道的腐蚀 它的安装符合下列的规定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阴急保护 我们很多学员没有从事过 连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这部分的教材知识点 无从谈起 咱们来学习一下 阴急保护 它的一个技术呢 实际上属于电话鞋保护技术的一种 也就是说它的原理呢 是向被腐蚀金属结构物表面呢 加了一个外加电流 然后呢 使得被脚保护的这个结构物 在我这里就是燃气钢管 是吧 就是燃气管道 这个被保护的结构物成为阴急 然后呢 加了这个外加电流以后 等于是利用电厂列 使得金属腐蚀发生的电子迁移得到抑制 抑制住了 那么也就是被保护的结构物 不会发生电化学腐蚀了嘛 那就避免会减弱腐蚀的发生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呢 同学们能够知道这个基本的原理 首先我们这部分呢 也有外加电流的设置 而阴急这个保护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燃气管道 是吧 而我们这个磅状的阳截 金属磅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辅助阳截 在阴阳两截之间 实际上有外加的这些部分的电厂列 它抑制了我们的电子移动 保护了阳截还是阴急呢 所以保护的是我们的阴急管道 抑制了电子的移动 实际上就是避免腐蚀发生 但是我们要定期去更换 这一个辅助阳截 因为这部分的金属棒 它会腐蚀 对吧 就类似于把我们的阴急的 这部分燃气管道的腐蚀 给它迁移到了阳截上 所以是牺牲阳截的 而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教材上的原文 半括一 阳截可采用水平式或立式安装 你看图对吧 你看这部分的阳截是不是水平式的安装 然后呢 牺牲阳截距管道的外壁 移为0.5到3米 那么陈族布设的时候 阳截和阳截之间的间距 移为2到3米 这部分的数据呢 给它记一下 能考选择体 实际上呢 我们也能看到 实际上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部分的阳截 是吧 这个阳截的位置 阳截的位置 然后和我们管道这部分的间距 有要求 而阳截和阳截之间 而这部分的间距也有要求 同学们要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 重复的技巧的 阳截距管道的这部分的外壁 0.5到3米 那么最终呢 都有一个3是吧 这部分呢 0.5到3 而阳截和阳截之间呢 仿佛是0.5的一个倒数 2到3 这部分的间距能考选择 然后牺牲阳截与管道之间 不得有其他的地下金属设施 否则会造成腐蚀的问题 接下来 牺牲阳截应该埋设在土壤的冰冻线 注意是以下 不是以上 以上就给它冻上了 一旦冻上了的话呢 它保护阳截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阳截牺牲不了了 那么阴截就会受到腐蚀 是以下啊 不能被冻上 接下来 测试装置的地方 牺牲阳截引出的电缆 应通过测试装置 连接到我们的管道上 实际上呢 我们的阳截当中啊 我们这部分您能看到啊 实际上我们的阳截当中呢 我们要引出电缆 通过我们的测试装置呢 连接到我们的管道上 它们之间呢 还要有测试装置 同时呢 我们要 实际上等于阴阳两极要相连 是吧 阴阳两极要相连 好下来我们看双框三 测试装置的安装 应该符合下列的规定 我们来看半框一 每个装置中 应至少有两根电缆 或者是双芯电缆 与管道连接 那么电缆呢 应采用颜色 或其他标记区分 而且权限 你既然这种区分 标记也要统一 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 这样的话呢 两根电缆 或者双芯电缆 才能保证连接可靠 好带着这个思路 19年我们 二建师生专业 这道单选题 你有一个印象 我们到了20年 也能考多选 但是考案例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小啊 新建城镇燃气管道 应急保护系统 安装的做法 错误的是 A 西深阳极 可以用水平式安装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还看了图是对的 B选一下 西深阳极与管道间 不得有其他的 地下金属设施 我解释过了 C选项 把它埋伏在土壤 冰冻线以上就错了 应该是以下 然后D选项 每个测试装置当中 应该至少有两根电缆 与管道连接 这也是对的 所以错误的选项 只有C 那么答案呢 就是C嘛 是吧 接下来汉字括号6 管道埋伏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们来看阿博数字1点 沟槽的开挖 我们来看双括2 注意啊 人工开挖 没有地下水的时候 草底预留值 为0.05到0.1米 这部分是人工开挖的条件啊 如果是机械开挖 且有地下水时 草底的预留值 要大一点 要大到0.15米 而且是不小于0.15米 那么有的同学说 留这个土干什么呢 我们在整个第五节的第一幕 几排水管道就讲过 留这个土 在管道安装前 由人工清底制 事迹高成 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超挖 一样的一个道理 防止扰动啊 对吧 也有同学问我 你既然都是人工开挖了 没有地下水影响小吗 我们预留土可以薄一点 但你既然都是人工开挖了 一丝挖到底不好吗 还要预留干什么呢 要做好接头 做好接茬 能保证我们管底高成的准确 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还是要做这个接头的 接下来双括4 局部超挖部分应该回田压石 既然超挖了你要回田 而且要重新压石 之前就像万公讲过了 保证我们的压石度 不低于原状土的密实度 是吧 当沟底没有地下水的时候 如果超挖呢 还不多 在多少呢 在0.15米以内的时候 那么好 你这个超挖呢 还比较浅 干脆就用原土回田 然后压一压就行了 但是如果超挖在0.15米级以上呢 那个超挖比较多 影响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记住 就要用灰土 我们说过 灰土它的强度大 而且强度来源 我们之前经常般讲过了 所以0.15米以内 我们怎么办 0.15米级以上 我们怎么办 要求同学们能够准确的认识的 当沟底有地下水 或者含水量较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你水的影响大 我们怎么办 还好我们之前讲的原理一样 这部分我们之前管道部分讲过了 极配沙石 天然沙回田 因为这些沙里之间的间隙比较大 它容易排水嘛 因为你含水量大的 目的就要消除水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回田 选择案例都能好 还有超挖部分呢 当然回田以后压石 一样的道理 密实度 要求接近原地基 天然土的密实度 也就是说压石度不能变小了 保证它有存在力 它才能扛受管道的贺载 好 接下来阿拉伯数字二点 沟槽回田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这部分的要求 第一个部分和道路一样嘛 和路基这部分的施工要求一样 不能用冻土 冻上的时候挺硬 但一旦融化就会产生融尘 对吧 那么草底变形管道就会破裂 你又是燃气管道最怕路嘛 同时垃圾也不能回田 压不实啊 包括木材 软性物质 一样的道理 我不再一一的去说了 然后呢 我们要求同学们 你能看清楚 管道两侧及管顶以上 半米内的回田土 所以不能有碎石 不能有砖块 这部分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啊 规定回田土当中 不能有石块砖和其他杂物 主要的目的是 防止砖或石这些硬物 它会损坏我们的燃气管道 因为我们的燃气管道 柔性管道 塑料管道多嘛 所以它就会损坏我们的管道 因此不能回田 而且呢 也不得采用灰土灰田 这部分呢 一直说我们这部分各方的解释 还不是特别一致 我去年应该就讲过这一样的台词 也就是说 不得灰土灰田的这样一个要求 因为有很多同学呢 不仅是我们的答疑平台上的留言区问 包括我们有很多呢 面数的现场有很多同学讨论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 以教材为本 你听明白了我的解释 那不管你心里有哪些其他的想法 不要紧 你只要给我记住 案例也好 选择题也好 如果我们的燃气管道 勾超回田时用灰土就是错的 案例改错 你能改得过来就行 我解释一下 这个灰土啊 这玩意儿成碱性 它就很可能跟我们燃气管道 那个成酸性的防腐层反应 它会破坏防腐层 有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要求同学们 你能够理解这样的原因 你就记住灰土 不得灰土 好 下来我们看双框二 勾超的支撑呢 应该在管道两侧 即管顶以上半米 回田完毕 并压实以后 所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够拆除 这部分和积坑的支撑一个道理 这部分勾超的支撑 也是维稳防止塌潮 你只有回田的土 这部分的沟槽被土占上了 空间已经被土撑住了 这个时候稳定了 你才能拆 考案你改错 提前拆就是错的 而且我们中间有缝隙 不能有缝隙 缝隙硬力能用细放 还是容易塌 要用细砂填石 商务考思 回田土 分层压实 解释过很多遍 我们不再一一的去说了 每层的虚布厚度 这样一个范围 容易好选择 0.2到0.3米 而管道的两侧 以及管顶以上半米范围里的回田土 都应该用人工压石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能考案例改错 它的两边 以及管顶以上的半米范围内 距离的管道 位置都很近 不能用机械压土 机械压土拟压力太大 传递到管道 容易造成管道的破裂 所以它的两侧和半米内 都要用人工压石 这样的话呢 才能避免管道的破坏 这个管顶半米以上的回田土 才能用小型机械 这部分呢 我们也在道路部分就解释过 在这里我们再说一遍 这里呢 每层的虚幅厚度呢 注意0.25到0.4米 注意好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三点 井尸带的辐射 这部分我们来看双括一 埋设燃气管道 沿线 我们应该连续辐射井尸带 几排水也好 热力管道也好 从来没说过井尸带的问题 只有燃气管道 讲到了这个黄色的井尸带 目的就怕把燃气管道挖漏了 才会爆 所以一定是沿线连续辐射 你看啊 连续辐射是不间断 一定要全铺上 这有道理 为什么不能间断 它的目的是怕 以后我们的城市市政专业的 相关工程施工的话 往下一旦开挖 它不知道底下有燃气管子 一下子就把它挖断了 就容易漏 就容易爆 容易有安全事故 所以我在有整个燃气管道的沿线 全部给它辐射上井尸带 挖着挖着 一旦看到这一个黄色的井尸带 我们就知道不能再往下挖 或者是往下挖的时候 要注意避免燃气管道的破裂了 那你连续辐射才最后安全 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断开来 你怎么知道在这个地方不作业呢 日后在哪个位置和燃气管道有交叉作业 你在燃气管道埋设时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日后在哪个位置 有可能有作业交叉的影响 所以你只有燃气全线连续辐射井尸带 才能起到安全预警的作用 否则你也不知道 日后可能在哪里有作业点 你在这里断开来 一挖它看不到井尸带 很可能就把你这个管道挖断了 而且是平整的辐射带管道的正上方 而且是距管顶的距离呢 是多少呢 0.3到0.5米 数据记住考选择 接下来双括二 井射带就是我们这种黄颜色的是吧 聚以稀的 不易分解的材料 应有明显的牢固的警示语 对吧 下游燃气管道 依然依然 这个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个材质的要求 考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教材的汉字三 聚以稀燃气管道的安装 汉字库库二 聚以稀管材管件的要求 第二条 我们讲它的储存要求 这一部分在17年的二件 考过操钢体 因为17年当年的教材没有这段 然后我们从19年 把这段加到我们的教材当中 20年顺延下来了 17年二件考过案例 我们20年也能考案例 也能考选择体 就是这些圆管怎么储存 它才不会往下滚落 双坑三 管材水平的堆放在 平整的支撑物 或者是地面上 你不能不平 不平的造成管道的变形 它会破坏的 当我们这部分的整个直管 采用三角形式堆放 可以 三角有不变形性吗 它比较稳 或者呢 是两侧加支撑保护的矩形堆放 也就是说你矩形堆放容易滚 是吧 不要紧 两侧有支撑把它撑起来 挡住它 不让它滚 也可以 这也是维稳 防止滚落的措施 但不管怎么说 堆放高度都不要超过 最好不要超过1米5 同学们理解 堆的高度越高 越容易滚落 堆的高度越高 越不稳嘛 所以它要控制在1米5以内 数据记住 能考单选 能考案例 当然直管采用分层货架存放式 因为这些货架呢 有格子 那么一个格 一个格 那么我们把管子放上去 它就不会掉下来 是吧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也是一种措施 那么放在货架上的时候呢 每层货架的高度呢 是不宜超过1米 数据不一样了 货架是1米的间隔 对方的总高度 可以相应高一点 因为毕竟货架比较稳一点 但再高 也不能高于1.5的两倍 也就是说不宜超过3米 所以我们管才对方 三种措施 三角形 还有呢 两侧支撑保护的矩形对方 还有呢 分层货架存放 那么这三种形式 能考多选 能考案例 对方的高度的要求 能考选择能考案例 高度如果超过的话 能考案例的改做题 加上我们看双货4 管件储存 应该沉箱存放在 那要么呢 是货架 因为刚刚讲的是管道 是圆管 现在是管件 那么呢 那你就一箱一箱的放吧 放在货架上 或者叠放在我们平整的地面上 沉箱叠放时 堆放高度的限制 是一模一样的 不宜超过1米5 这个数据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双货26 管材管件在户外 临时存放的时候 我们应该采用遮盖物 进行遮盖 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我们常常说的 下垫上盖 就是为了防止管材管件的腐蚀和破坏 等于呢 做保护 双货7 管材从生产到使用期间 存放的时间不宜超过一年 时间长了容易变质 下面 整个的管材是不超过一年 管件呢 不宜超过两年 如果超速上述期限怎么办 和我们之前讲的水泥一样 对吧 我们说这个水泥啊 出厂超过几个月 三个月 实际上快硬 柜山原水泥是 出厂超过一个月 就得复验 现在呢 管材管件不是 超过一年两年是吧 超过了期限 要重新抽样 进行性能检验 然后合格以后 方格使用 这部分和我们之前 所谓的水泥的复验呢 意义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时间的要求不一样 注意这部分的对比和学习 接下来我们看汉字括弧4 聚息管材管件的连接要点 我们看第一条 热熔对接的连接 而这部分呢 主要讲的热熔连接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电热的连接 这两种方式 我们热熔的连接呢 它的基本原理 实际上也是从19年的 二件教材呢 新增过来的 那么20年的顺延下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 热熔对接连接 它的基本原理啊 教材上把它写出来了 增加了以后也好 因为热熔这个名词 在以前的老教材一直有 那么我们之前进行办 一直要有我们口述 现在教材有原文了 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专用的连接加热板 它把这两段管子 管端都给它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一旦加热 那么就使得热熔管线 两端通过这个加热板呢 就融化了 融化的时候呢 迅速的把这两段贴在一块 趁着它融化的阶段 把它顶在一块 当然了 要通过机具保持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样它贴合的才紧密 等它温度一旦冷下来 那么它的连接就牢固了 这是典型的热熔对接的原理 同学们好理解 我们通过线上的图片 加深一下印象 首先这是两段要连接的燃气管道 对吧 先把它加紧 清洁一下管口 保证我们热熔的质量嘛 调整保证它同心同烛 修平管口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加热板 对吧 加热板把这两边加热 融化了之后 我们在一定的压力下 加压对接 还要保持压力 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下来 冷却下来呢 它连接就牢固了 接下来我们看 教材上双控号三 连接件的这个端面 应该采用热熔对接的连接设备来加热 也就是说 这个管道 它的端面 就要用这个热熔对接连接设备来进行加热 也就是说 我们了解 我们实际上用加热板 把它加热融化了 是吧 然后 双控号四 吸热时间达到供应要求以后 应该迅速的撤取加热板 检查连接件 加热面融化的均匀性 不得有损伤 因为这个均匀性直接影响的是连接质量 在规定的时间内 用均匀的外力 也就是说加压来顶接 使得连接面完全接触 要求密贴嘛 尤其是完全接触 还要翻边形成均匀一致的对称突圆 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个图一样 翻边对称的突圆 对吧 这不就是翻边对称的突圆吗 下面双控号五 在保压冷却期间 不得移动连接件 或在连接件上施加任何外力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保压冷却期间 你不能再移动了 你在移动或者在施加外力的话 很容易造成错位 你要保证连接的质量是吧 好 我们刚刚有热容 那么还有电热加热 那也就是电容的连接 那么这种电容的连接呢 它是通过管子 这也是我们教材的 19年新增的这一段解释 或者是管件的连接部位 插入一个内埋电阻丝 一旦有了电流 电阻丝就发热嘛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 专用电容管件内部的一个核心元件 通电它一加热 那么连接部位呢 就融融以后就形成了接头 这就是电容连接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 这种电容尘差连接呢 它的原理啊 就是电容管件 整个套在我们的管子管件上 先把电容管件的 给它套到两端上 等于是管子 两段管子 通过电容管件套在一块 然后呢 预卖在电容管件里面的 这个电阻丝 给它通电 那它就发热 这个电容管件里面 是套在里面的这两段管子 它一旦发热嘛 产生的热能 一旦加热就融化了 电容管件的内表面 和余之尘差的管子的外表面 那它这样子的话 就此次融成一体了 注意啊 电容尘差连接 是聚系管道 最主要的连接方式之一 可以考了个单学题 我们既然讲了一个原理呢 也一起来看看 它的现场图片 你看啊 这第一步 它清洁管材 然后呢 带连接面上呢 我们用物的话 要把它清洁掉 同时还要标出 我们插入了一个深度 在这个位置上呢 把它的表皮给它挂掉 防止影响我们的电容效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 就是把这个电容管件 套在我们的管材上了 然后呢 还要较职 保证在同形同轴 同一个轴线上啊 套件套上去了之后 这个外部呢 家电源通电 对吧 然后一旦通电 里面的电能转化成热能 就有了电容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电容完成了以后 也要冷卷 对吧 因为你想啊 这部分呢 整个电容管件 套在管材上之后 外部呢 这电源通电来进行融接嘛 实际上在现场的话呢 我们这部分的电容管件上 我们也有观察孔 它有少许的容体顶出来 那就说明它真的融化了 对吧 融化了之后 冷却电容就完成 这部分的现场图片呢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这部分的知识点了解了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到这儿啊 我们整个 我们相应的整个第三幕 第二条里面的内容 我们才不把它全部完成 第三幕第三条 它的这一个管网的附件 我们整个附属设备的安装要求 在我今年的讲义当中 我不做推荐 去年还讲了一点是吧 今年我都把它记掉了 直接咱们就到了第三幕第四条 我没有漏啊 我解释一下 第三幕第三条呢 我们不做推荐 20年的这部分的经济班 我们直接就来讲第三幕第四条 燃气管道功能性实验的规定 这边我们看管道安装完毕以后 要去做什么 这句话非常重要 考案例 也能考选择体 按理怎么考 考排序 我们教材上这句话 我用黄体字标出来的 就是我们燃气管道功能性实验的顺序 首先第一步干什么 管道的吹哨 所以燃气管道 我们也讲过一种清理 但它不叫吹哨 叫燃气管道的清晰 而我们现在燃气管道 我们这部分的之前的供热管道 我们也讲过清理的问题 供热的热力管道不能叫吹哨 燃气管道和供热管道 它的叫法不一样 供热管道 我们把它叫清洗 而我们的燃气管道叫什么呢 叫吹哨 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分 而且有同学问过我 这个燃气管道的吹哨 它也是功能性实验 是不是 当然是 否则它就不写在功能性实验里面了 所以第一步进行管道吹哨 把它扫干净 也属于功能性实验 这第一步 千万别忘了 然后做强度实验 然后做的这个强度实验呢 最后做热密性实验 这部分就和我们的供热管网和热力管道是一样的了 因为我们的热力管网也是先做强度实验 合格的基础上再做热密性实验 这个顺序 在这里和燃气管道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汉字一 管道吹哨 这部分的汉字库胡一 管道吹哨 按照我们下列的要求进行气体吹哨 或者是清管求清扫 考选择题 也就是说球末铸体管道 聚乙锡管道 钢骨架聚乙锡复合管道 还有公称之近小于100毫米 或者是长度小于100米的钢子管道 可以用气体吹哨 也就是说 细的管子 还有呢 我们这个短的管子 包括我们之前 我们所说的球末铸铸管 聚乙锡管道 钢骨架聚乙锡的复合管道 这些都是内比光滑的管子 而我们这些细的管子 短的管子 都是铁锯比较小的 铁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时候用气体吹哨 就能满足要求了 是吧 马上来对比啊 这部分都能考选择题的 就是问你哪些用气体吹哨 哪些要用清管球 如图所示 这就是典型的清管球啊 公正直径 大于或等于100毫米的钢子管道 也就是说粗的管子 它铁锯多 内比比较粗糙吧 所以它要用清管球清扫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清扫效果 好 带着这个思路 我们马上就能考题啊 2011年我们二件事 这部分多选题一起练一练 可采用气体吹哨的燃脚管道 那球末铸铁管道 聚乙锡管道 钢骨架聚乙负荷管道 它的内比比较光滑 尤其是地选项 长度80米的钢子管道 它短 不够100米嘛 都是用气体吹哨的 好够四个了 正确答案就ABCD 而公正直径 大于100毫米的钢子管道 不能用气体吹哨 扫不干净啊 提球多嘛 所以要用清管球 所以E不能选 我们要选ABCD 好 接下来我们看汉字扩管 管道吹哨符合的要求 我们来看双扩2 管道安装检验合格以后 应该由施工单位负责组织 吹哨工作 所以吹哨谁来负责呢 施工单位负责 而是不是上来就吹哨管道呢 不是 管道安装完了以后 马上吹哨是错的 任何一道工序都得检验合格 你本身管道安装度不对 你扫也没有用啊 所以要安装合格以后 再进行吹哨 要注意这个前后顺序 考案例的改错 而且就连吹哨之前 都得有吹哨方案 方案先行 到这里都是一个不变的阵力 然后看双扩3 我们吹哨的顺序是什么呢 给我记住啊 按照主管 然后支管 然后庭院管的顺序 进行吹哨 去年的我也解释过 这个顺序怎么去记 为什么这么去吹哨 同学们理解啊 能考选择题 也能考案例 如果他吹哨顺序反了 那就错了 实际上按主管 支管到庭院管的 这样的顺序的吹哨 实际上吹哨顺序 是符合燃气的输送顺序 你看输气时 就从主管到支管 然后入户嘛 所以它和输气的顺序 是要一样的 来进行吹哨 这个同学们就好理解 当然了 吹哨出来的 这些杂物脏物 当然就不能再次进入 以吹哨合格的管道 那不是白吹的吗 是吧 你这不又脏了吗 下面双括四 吹哨管道内的调压器啊 阀门啊 孔板啊 过滤网啊 燃气表啊 这些设备 不能够参与吹哨 同学们呢 你要理解啊 这个吹哨压力呢 也是比较大的 这部分附件 如果参与吹哨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吹哨过程当中 有些杂物 把这些呢 附件呢 给它堵塞住 会产生破坏 因此 它是不参与吹哨的 然后呢 在吹哨合格以后 再安装复卫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可以靠案例改错 而如果参与吹哨就错了 下面双括五 吹哨口 也要设置在开阔地段 并且进行加固 吹哨时 一样安全区域 吹哨口 一样严禁占人 防止造成伤害 从这一点看 和我们之前公热官网 在清洗时 设封贵区域 专人之手 一个道理 只不过写的 比公热官网少 那么 咱们答案例提示 不用少 你按最全的写 之前竟然蛮我讲过了 这里我就不再追溯了 下面我们看双括七 吹哨戒指 以采用什么 考单选 用压缩空气 注意啊 不要用氧气 和可燃性气体 容易爆啊 好我们看2010年 二件诗生专业的 这套多选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辅舍管道 符合我们管道吹哨要求的有 A 我们吹哨的戒指呢 采用压缩空气 教材原文 B选项 吹哨戒指 严禁采用氧气 这是对的 C 吹哨的出口 严禁占人 防止造成伤害吗 这份D选项 按主管置管 庭院管的顺序 吹哨 有的同学说 我记得时候 就是由粗到细去吹 也对嘛 由粗到细 ABCD都是对的 但是E选项就错了 应对完工管段内的 各类设备都进行吹哨 不对 因为什么调压器啊 孔板过滤网 燃气表这些设备 是不参与吹哨的 所以E呢 就太偏颇 就错了 只有ABCD是对的 接下来我们看 12年6月上半年 我们考的这道 二届实证专业的 这道单选题 那么实际上 同学们都明白啊 12年当年呢 我们全国分两批去考试 尤其是今年 由于疫情的影响 估计我们这部分的 二届的考试 有一些省份也可能不一样 那么不管怎么说吧 那么12年分为两批 上半年考了一次的 有这么一道题 市政管道工程当中 必须进行管道吹哨的事 你给我看清楚 可是吹哨 公热管网 我们上来就讲了 那叫清洗 对吧 你这个燃气管道 才叫个吹哨 因此我们当然选择 是C选项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个原理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汉子二强度实验 强度实验这部分呢 是吹哨合格了以后呢 再去做的 然后第二步 做的可不是银面性实验 先做的是强度实验 那么这部分呢 强度实验呢 我们为了减少环境 温度的变化 对于实验的影响 强度实验前 埋地管道 也得回填土 那么这部分 回填土的要求啊 我也愿意让同学们 多理解一点 同学们还记得吗 一起和我回忆一下 在几排水管道 我们讲压力管道 也就自来水管子 它这部分水压实验室 要不要回填土 要 而且它回填土 和这里一样 也是回填制管上方多少 半米 当时我们讲过 我们整个压力管道的 水压实验 它回填土半米以上 目的是什么呢 温管压管 为了安全起见 而我们这里回填半米 它的原因 教材都给它解释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管道里 走的不是水 如果走的是水 外界的气温 对于水的影响不大 我们燃气管道 管道里走的是气 外界的气温 对于我们管道内的气压 是有很大影响的 温度影响 直接决定了我们 整个气体分子的活跃程度 而气体分子的活跃程度 直接对于外在表征来说 就是气压 所以外界的气温 会影响我们管道 燃气管道的压力 因此 我们要回填土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来隔绝 环境温度变化 对于我们燃气压力的影响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道理 当然了 你要留出汉接口 来看看强度实验 到底合不合格 你不能回填 这里和我们几排水管道 水压实验 对于压力管道的 这种回填的要求 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原理不太一样 同学们能够听懂就行 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好 往下看汉字呼呼二 实验压力 一般情况下 它的强度实验 它的实验压力 为四季速器压力的 也是多少倍啊 1.5倍 这个1.5倍 和我们之前讲的热力管子 强度实验的 这个实验压力 是四季压力1.5倍 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看好 这部分20版 我们的教材 在这里一个改动 是因为我们的规范 在这里有变化 且 钢管和聚以吸管 不得低于 0.4兆帕 和我们热力管子 这个下限就不一样了 热力管子 是1.5倍 没有错 但是不得低于多少来着 不得低于 0.6兆帕 而我这里 20年改写了 这个数字没变 还是0.4兆帕 它把前面 完整了一下 就是燃气走 燃气的钢管 还有呢 聚以吸管 这部分的实验压力 还不能低于 0.4兆帕 和热力管道 0.6兆帕就不一样 要求同学们呢 一定要准确的试变 好 接下来 汉子破火山 实验要求的第一条 这部分呢 介质不同啊 它的要求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 强度实验 在燃气管道当中 你能用水 也能用气 如果是水压的强度实验 当压力达到规定值以后 稳压多长时间 你看清楚 一个小时 能考选择 稳压一个小时 观察我们的压力计 多长时间呢 不少于半个小时 30分钟 然后没有压力降 才合格 注意它的合格标准 吻压时间和观察时间 都能靠选择 那么水压实验合格以后 也就是没有压力降 那么要把管道里面的水 给它放干净 还要进行吹噪 因为我们后面走的是气 但如果我们的强度实验 用的是气压实验的话 那么好吧 我们之前就讲过一次 我们之前就讲过一次 实际上我们讲 整个热力管道 机口 机头 保温层的 外护层 我们讲过 气密性实验 它就要用 刷泡沫水 来检测 一样的一个道理 看它冒不冒泡 如果有漏气点 我们就知道 哪里冒泡 就是能够找到 标出漏洞的准确位置 一定要给我 记住正确的做法 等到全部机口 检查完毕 把管内的戒指 给我放掉 才能进行修补 修补完了以后 还得重新进行强度实验 看它漏不漏 你们有没有补好 四步走 一步都不能漏 好案例 首先你要明白的是 一旦我刷了泡沫水 看着它冒泡 这里漏了 我马上开始补 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我们不能代压修补 你的强度实验 压力是比较大的 你代压修补呢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案例题的答案 就是四步 正确的做法 是等你全部借口 全部检查完毕 你这部分有漏洞的位置 你一次性给它标出来 然后一次性补 一定是要在管内戒指放掉 注意 不代压操作 把压力卸掉 才能进行修补 保证安全 补完万事大吉吗 不行啊 你得重新实验 要看你合不合格才可以吗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个原理就行了 加来汉子三 严密性实验 我们来看双括一 严密性实验呢 好 一定要给我记住 是在强度实验合格以后进行的 这个顺序和热力管道一模一样 而且严密性实验管线 是要求全线回填的 好 和几排水管道的 无压的 等于我们的无压管道 也就是我们的排水管道 这个排水呢 不打压 等于利用坡度呢 利用它的重力的影响 让它排水 那么跟我们无压管道的 这部分严密性实验 要求可不一样 无压管道 严密性实验之前 这个排水管的 严密性实验之前 不能回填土 严密性合格以后 才能回填土 但是 我们的热力管道可不是 热力管道是要全线回填 然后做实验 同学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 它解释了 减少管内温度变化 对于我们实验的影响 还是那句话 水的管道 水管道 外界的气温对它影响很小 你不用回填 而我们现在要去回填 目的是要减少温度 对于我们燃气压力的变化 减少温度 对于我们燃气压力的影响 所以它要回填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一定要对比记忆 好 接下来 创考三 严密性实验之前 应该向我们的管道内 充空气制我们的实验压力 然后呢 整个燃气管道的严密性的实验 稳压的持续实验 注意 突然一下就变得特别长 不少于24个小时 一天一夜 讲到现在 我们吻压时间 这里是最长的 为什么 燃气管道 害怕泄露 它的吻压时间一定要够长 才能知道它露不露 然后每个小时呢 记录不少于一次 当然了 是看压力表是吧 修正的压力降 小于133帕为合格 有同学说 这不对啊 强度实验是无压力降合格 那你这件 这里怎么是有一个压力降 小于133帕就合格 那还是露气吗 郭老师你不是说 他就害怕露吗 怎么还露啊 所以这里我们统一的解释一下 这里的修正压力降 小于133帕就是不露 就相当于无压力降 也就是零的意思 有同学说不会吧 那是因为你用模拟仪表 有仪表的误差 你要用数字的话 那就是零 就是无压力降 这么一点的 以帕为单位 忽略不计 认为它就是不露的了 很小了啊 所以要求同学们 你要理解 实际上就是无压力降 这部分你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 好 至此 我们这部分呢 技术部分 我们燃气管道的内容呢 我们介绍清楚了 下面一讲 我们将从后续 需要结合的知识点 结束我们整个管道的复习 好 分享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